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間 對 亞洲第一家分店 就是這家Smith & Walensky 所以我們現在就進去吃吃看吧 Let's go Smith & Walensky 來自於紐約的經典牛排參觀 於2009年1月10日正式進駐微風南山47樓 是亞洲首建的Smith & Walensky 也是全球海外第二間分店喔 我們搭乘專屬的電梯前往47樓 奢華、低調、墨綠色的布置 仿佛有骨魔力般的吸引我跟凱爾不停的前進 可以說是台北市景觀最棒的牛排參觀了 我們剛剛點好餐了 那我們點的是乾飾熟成的 好恐怖牛排 那可以請凱爾幫我們介紹一下 什麼是乾飾熟成的 乾飾熟成的話就是 他會把牛排切好 就一整塊放在風乾飾 然後大概會放一個月到兩個月 那這間店的特色就是他只會放28天 那在網路上看到的資訊是 他會在美國先乾飾熟成三個禮拜 再運過來台灣最後一個禮拜 那其實我們在吃的時候 他會把外面風乾掉的地方都消掉 所以其實我們點了35盎司 扣掉的葡萄跟風乾的部分 其實剩下可能只有26、27 而且風味會跟濕飾熟成的風味會差非常多 所以你比較偏好乾飾熟成 還是濕飾熟成的牛排 其實我比較喜歡濕飾熟成的 那個Smith & Walski這間店 是不是他有自己的風乾飾 對 這種高級牛排店應該都有自己的熟成 我們的麵包上來了 第一道這個是布里歐麵包 然後它是有海鹽跟迷迭香在裡面 它會煮一個奶油的醬汁 讓我們可以切開抹在裡面 對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吃看看這個 好不好吃 它這個麵包是這樣子 外面其實好像沒有很脆 一點點脆 蠻像我們一般在麵包店買到的那種正常的麵包 就是比較鬆軟 因為一般有時候在牛排店吃 外皮是比較硬 然後裡面很軟 有一點點奶油的香氣 但是海鹽跟迷迭香的味道 我覺得沒有那麼突出 幾乎都被奶油蓋過了 那我覺得這麵包還蠻鬆軟的 但是你要說到很好吃到是一般的 第二道前菜上來了 這個是 華倫斯基沙拉 華倫斯基沙拉 那它裡面有什麼 這是什麼啊 其實它上面最招牌應該就是這個厚切 這也太厚了 其實看起來很像 很像中午在吃焢肉飯 而且它煎的感覺是蠻酥脆的 它碗表都有一層酥脆酥脆的樣子 就像吃那個燒辣脆皮燒肉的 脆皮燒辣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它吃的感覺 有點酸耶 我真的蠻酸的 它的醬汁好像是酸的 就蠻酸的 就蠻酸的還蠻酸的 脆香的 就是裡面的那個心都有 對 然後你看它的這個 剛剛我們講過說它的這個培根啊 很像那個 脆皮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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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還不錯耶 就煙燻的風味也蠻濃的 外皮酥脆的 所以吃起來不會說到非常的油 像一般我們後期的培根那種油度 因為它稍微帶一點鹹味 它不會過鹹 然後這樣搭配這個沙拉清爽的部分 這樣中和在一起嗎 沙拉也有點就是偏酸 然後這樣配起來其實蠻 算蠻開胃的 就是這個沙拉帶有一個培根 它也不會到很膩耶 就是有點很幼的感覺 對 然後可是吃下去又很清爽 就是它會吸引你想要打開你的味 就不會像凱撒沙拉 會有很濃重的那個醬料 或起司的味道 但是這道就是偏酸 一點偏酸但是又是清爽類型的 我覺得很推薦這個沙拉耶 那現在我們上的是另一道前菜 這道是蟹肉餅 蟹肉餅 可以看到比較橘色的是乾液 紅白蘭菊去做了一點醬子 然後會加法式的芥末醬 會比較偏酸一點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邊綠色的是 有帶薑味的 然後還有一點菠菜的醬子 薑味菠菜的美乃滋 對不對 薑味菠菜美乃滋 然後中間的話它是用一塊一塊蟹肉 很明顯看到一絲一絲的去 一層一層堆上來 對 然後上面是一些香菜 香菜這樣感覺比較中式風味 對比較中式風味 比較中式風味的感覺 這其實看起來有點像那個海底雞罐頭 這樣整個倒上來的 對 蟹肉的風味很明顯 很明顯 完全就是有人幫你把螃蟹剝好 真的 很爽 真的很爽 因為它剝了一大鍋的蟹肉 應該有一隻螃蟹的分量 而且它外表其實有一點點 有一點脆皮感 稍微煎過的那種感覺 不會說是完全是軟 那你吃下去的時候 它那個蟹肉的那個香氣 是不是會跑出來 那個鮮味都在嘴巴裡面 來沾了一下那個乾液 煎個醬上看 然後我們來吃一下 醬味 喔這個有酸酸 然後有帶一點酒味 的確是有那個乾液的酒味 然後那個薑汁的味道 其實會跟海鮮有一點 我覺得蠻相符的 我覺得像我們一般吃海鮮 可能會配醬去那個 比較過多的海味 海味 對對對 其實配起來是蠻清爽的 我覺得這個醬真的是 搭配得非常好 而且它的蟹肉是一種乾柴 然後裡面是軟的 又有帶一點濕度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很棒耶 那一道 因為一般我們比較沒錢 都只能吃到蟹肉棒 那種感覺就不太一樣 是蟹味吧 對蟹味 還是蟹 它嚴格說起來 它比較不像是一個餅 它英文是什麼 Crab cake Crab cake 它那個中文翻譯 可能有一點 不是翻的那麼像 對 並沒有一個餅皮 當基底的那種 這個是那個刀子 然後它這個刀子 是Smith & Morski 跟雙人牌 跟雙人牌聯名的 所以上面還有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名字 然後跟雙人牌的一個Logo 對 然後這個刀其實很順小 然後同事說這個刀放在辦公室 應該下面的同事什麼東西都交出來 對 什麼報告都交得出來 對啊 什麼電視的報告都交得出來 那些有人在 什麼Cable的 那你知道為什麼它叫Smith & Morski嗎 然後就是經過我看那個Wikipedia 其實它是 它並不是兩個創辦人的名字 它其實是有 就是在翻那個 我們以前小時候會有電話簿 黃映本 它就直接隨便翻兩個人名 就把它組起來 所以叫Smith & Morski 對 其實是 因為不是美國的新市 所以組起來也是蠻特別的 蠻特別的 對 所以搞不好 會不會Deloid & Tuch 去 也是翻底稿 翻底稿 也是翻底稿 看到 看到省邊兩個人簽名 就直接組成我們公司的名字 這是我們35盎司的 黃烏牛排 對 超大的耶 它就是 就如其名 它是一個T棒的樣子 它有一個T的舞台 然後你側會是紐約克 然後另外一側會是菲利 這一側是菲利 然後這一側是紐約款 紐約克的部位好像比較多耶 對 紐約克其實 部位分量的大 菲利就一點點 因為菲利相對來說 比較高級一點 對比較高 它就是 認識牛的腰內肉 然後會比較多瘦肉的感覺 然後油的話就會相對少 另外我們還有再點一個海膽醬汁 它就是特調的海膽醬汁 然後再加上新鮮的海膽 然後它有跑一點柳層的食物 那時候會這樣讓那個海鮮的風味會更輕爽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可以來吃一下 是不是跟菲利牛排 或跟紐約克比較搭配 嗯 有柳層的香氣耶 這個 還在刀地 哇這個超大一塊 超大一塊菲利 點叮骨的話 菲利應該不會那麼大塊 對 菲利應該會更小塊 它其實這樣還算是蠻深的 對啊其實蠻像三分熟的 對蠻像三分熟的 對蠻像三分熟的 對我覺得蠻像三分熟的 那到底會不會咬回來 會不會咬回來 會咬回來 欸好辣欸 感覺比那個XX餐廳好很多 欸很軟很嫩欸 因為吃起來它的外皮很酥脆 真的會有一種淡淡的 就它是堅果還是 堅果還是什麼植物的味道 嗯 真的有那個 會有一個素味 或是堅果的味道 木質調的感覺 對 它雖然裡面看起來很深 但吃起來是很好咬的 完全沒有三分熟的那種 很軟的 然後咬不爛的感覺 對 所以堅持三分熟也沒問題 對 外面這個 就是 熟成的風味還不錯 嗯 那你有沒有對乾式熟成的牌有感官 有一點感官 我覺得比之前吃過的好吃 現在沾了這個海膽醬 來吃吃看喔 來 你不知道該怎麼評論啊 嗯 真的喔 我覺得 這海膽醬 就算你點紐約客 或是你點樂言 也可以加個千 一定要點這一個 海膽醬 絕對要吃 真的超級好吃 它這個味道非常濃郁 而且不會讓你覺得很濃 因為它有加一點流程的那個味道在 所以只能吃下來 你會覺得除了牛肉原本 還是熟成的風味 你又會吃到海膽 很濃郁的味道 沒錯 因為它那個海膽啊 像我們如果吃到比較不新鮮的海膽 都會有一點臭臭的味道 對 它完全沒有味道 這個完全不會 因為它是日本來的海膽 用的很新鮮海膽 然後剛入口的那個橙汁啊 所以之後接下來的第二層海膽的味道 最後再咬到那個牛肉的香氣 整個是融合在一起 對 很棒耶 就是海膽醬一定要推薦 所以其實 因為海膽醬是可以另外單點的 所以不管說你是不是一定要點那個叫海膽 就不一定要點那個 你也可以點海膽醬來煮 你其他點的各式牛排 你覺得如果點這種像分享的 你再點一個海膽醬 你會非常適合 你就可以吃到各種部位牛排 又可以再吃有海膽風味跟原味 然後它是不是有一點用力的油啊 所以它 它其實會有一層油附在上面 並不是完全都是海膽泥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那個油其實可以就是補充 就是說菲力的一個油脂不足的部分 對 所以整個吃起來你就會覺得 欸我正在吃菲力嗎 先來吃一下 這是紐約克的部分 對 紐約克應該是 阿菲特他在辦 他最喜歡點的那個部位對不對 對 阿菲特好像在那個慈善餐會 像他最愛點的就是代工的紐約克 對 其實你點這種像是紅烏的部位啊 或者是丁谷的牛排 對 就可以吃到兩種部位 就是菲力跟他紐約克都可以吃到 所以 其實相對的價錢來說 我覺得是蠻划算的 如果你分開就點一個 對 分量會有點鹹多 但是如果三四個人來吃就點一份 其實我覺得分量剛剛好 嗯 我覺得 菲力比較好吃 為什麼 吃起來感覺其實菲力的那個部位 真的是比較精華 所以吃起來相較紐約克 其實我個人也是比較喜歡菲力的那個口感 紐約克的部分 其實他應該是說他的油脂部分比較高 對 他油脂比較高 可是我吃起來覺得剛剛覺得菲力 好像油脂部分還比較不好的感覺 對 我們吃那一塊感覺 還是有部分一點點尾巴有油花 對 而且吃起來不會 不會有那麼 像我們一般外面吃到菲力 就完全一塊solo的那種感覺 嗯嗯嗯嗯嗯 不過他紐約克也不錯 也是咬得爛 是在水準之上 我覺得那種海膽醬 嗯 那他就是加生加生就少了 對啊 所以加了海膽醬 不管你再不喜歡的部位 都會變得很好吃 對 哇 最後的甜點上來了 所以這次超大的草草蝙蝙蛋糕 總共有五成 五成大概 差不多跟手掌差不多大 超級大欸 對啊 而且這 它是一整個完整的 然後切成12片 就只是集中了 嗯 這個蛋糕好處 就是在於說 我在對焦的時候 手不用去擋 哈哈 然後它是巧克力甘納去 對 巧克力甘納去一層 對 然後中間就是 一層蛋糕體 然後有加倍的 濕奶酒一點點 我們講一層一層去堆點 然後還有這個 美國空運來台的這一個 美國牛 那它就直接倒在檯子上 就是直接這樣切 比較不會 醜醜的這樣 剛剛那個服務生幫我們專業的切 用一個很 沒想過的方法 直接切完了一個超大的蛋 要不要我們切完 它應該面目全非了 對 切完看起來好像還好 對啊 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大 來吃一下 嗯 嗯 第一口 沒有想像中的點 嗯 它跟我們一般的吃美式甜點 嗯 感覺沒有那麼多的糖分 可能因為台灣人的關係 它可能有調過 對 調整過它的配方 剛剛服務生是說 它有因為台灣人的口味 有調整過那個糖 嗯 因為我覺得它這邊 像是台灣的分店啊 它其實很多的餐點 剛剛服務生都有介紹 它都有依台灣的口味去調整 對 我覺得這點很不錯 因為其實我們在美國吃甜點 或者吃食物都會覺得 口味調味很重 對 沒辦法接受 可是今天吃這一間 亞洲第一間 其實發現它的口味 非常的適合台灣人 啊 吃飽了 好飽喔 對啊 這一次其實點的沒有非常多的菜 可是 對 其實吃下來的那個 飽足感 那個雕內肉 有成長 已經可以把它自己切 是一個釘口 對 一個釘口 可以立出來 對 所以真的是 但是我覺得這次用穿的體驗還蠻恐怖的 對 我覺得食物真的還蠻好吃 而且這個環境 舒服 而且加上服務生的服務 他也還願意每一道菜 或是你不懂的地方 都會很親切的告訴我們 是會再想要再來一次 會再想要來一次 期待下一次 卡片要再來一次 好啊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結束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還想要再看到凱爾的話呢 請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會再拍更多的影片給大家看喔 大家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下一次影片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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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to 不知不知道 我們要有時間 歡迎